小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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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KG 蠻重的 套四樓 四 四 好 我也要量我的 來 四缸是誰啊 四一輪的 二吧 喔 我不到三耶 他應該比我輕 夏哥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錯了 我錯了 小愛的 這邊是黑血糖山屋 那在往成功山屋是1.1K 這邊的地形就是 前面就是下坡下坡下坡 對 我反正環路人家要回去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 往成功山屋 對 成功山屋繼續走 因為現在照度也比較不夠 我們就 埋頭哭走 那回程再補著畫面 今天畢無稀爭 未來自於在上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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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出潮 現在在城宮35 現在時間是6點 這個時間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要走一個單宮的行程 單宮單登其實都可以啦 就是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這裡先用大家熟知的單宮來去講 今天呢 要來講單攻 所以我們就直接的實際單攻 跟他們這一團覺得大失眠 怎麼算就想說 天啊 怎麼算都是比他們辦很多 我這輩子沒有在山上走那麼快過 哈哈哈 剛剛有滾下來的感覺 有 好 今天其實就是要講 如果你剛入門 想要單攻的話 就要打些準備 所以我們就來請一個來賓來說 我們的台灣越野好手 乾杯 乾杯 今天的路線會不會對你來講太輕鬆 今天路線是不會要看你走的方式 如果你背很重裝的話 那你走簡單路線它也是不輕鬆 你背輕鬆的話 那你跑很快它也是不輕鬆 所以要看你行走的方式 對 而且其實運動都有東西啊 我輕鬆不一定你輕鬆 這一句話也套用在這邊 就是你輕鬆可能我不輕鬆 因為其實每個輕快的腳步是有很多的體能上的訓練 然後或者是觀念上的建立 所以就是大家還是要具備一定的觀念上啊 體能上的準備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單攻是什麼 其實單攻大部分的觀念是一日快速的行進 爬山啊 就是你在一日之內 你不要過夜 我們通常都叫單攻 呃 一些朋友玩單攻它的定義有點不一樣 就是你只要比一般傳統的路線更快速的方式 我們都會認為它是單攻 一般傳統單單課可能六七天的路線 所以我們可能花兩天 所以我們也認為那個跟單攻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我們要多準備睡眠還有迫時 那其實就是傳統的登山啊 我們大概都知道是重裝上陣 然後走很多天 對 那現在為什麼單攻文化這麼順序 第一點是跟越來越跑空氣 第二點是越來越多訓練有數 或是你挺了很好的人來從事登山運動 因為早期我認識的一些很多登山前輩 他們是完全幾乎不跑步的 然後他們的傳統觀念是 我就是要慢慢走以求安全 安不安全其實不一定是慢慢走 尤其我們常出的登山的山難事件 很常容易發生在那種看似不危險的地方 但是你一不小心十足下去就再見了 就例如你的背包太大撞到對方 因為跑它雖然會受很多傷 但是它卻很少會出大事 真的是因為大部分的人 他遇到危險地段 他是會非常小心翼翼的通過 加上它的基礎體能好 所以它的專注力好 我覺得這對單攻都是有一定的幫助 對啊 因為他們的採點其實比較穩 而且說實在 單攻的人你要在 比如說十個小時的行進過程中 要準備裝備 然後又要在不能太重的狀況下 其實你的裝備是會非常的精確 你想要快速行進的時候 你背越多其實你是越辛苦的 但有些人他體能好 他不在乎 那我還想要問一下 就是 單攻的必要條件 好嗎? 首要條件是體能 那接下來就是 你是否做足功課 我指的功課是 你對路線上 你對軌跡 或是你是否有帶地圖 你確保你可以在你迷路的時候 你有辦法可以自己走出來 第三個就是 你的糧食跟那個能量系統 飲水 還有你的火石 呃 萬一你困在山裡面 萬一你走不出來 萬一你遇到惡劣天氣 道路貪方的時候 你的裝備糧食是否足夠 必要一定要多準備一些 在我觀念裡面是 你想要快速行進的登山 不能造成他人困擾 我覺得這是單攻者 他必須要做足的一些功課 體能路線跟飲食 我覺得就是最主要的三個條件 好喔 其實單攻還有很多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 因為我們不能在這邊逗留太久 因為開始也有點冷 那我們就趕快 就是邊走 我們就邊繼續講 好 走吧 這好可愛喔 欸 不要摸啊 欸 接下來 那有人貓啊 對啊 喵咧 那真的很兇喔 刺得超痛 所以如果山上遇到這種的話 要盡量不要去碰觸到它 碰觸到它會造成那個 紅腫刺痛過敏 好喔 我看到屋裡的天堂路了 如果Youtube有票選 顏度最陽光 嘿嘿嘿嘿 我應該可以排前輯吧 喔 可以喔 誰 不是 陽光喔 不是 陽光 後面的耳朵不好 他聽了兩光 兩光 不想過你第一名啊 嘿嘿嘿嘿 幹嘛這樣 欸 你看誰 誰為了拍單攻 觀念 還實際來拍單攻的 是啊 Youtube 票選年度十大命苦攝影師 對 我應該也排有前十名 你怎麼走歐盛啊 一日歐盛 小大哥你還是不要開口 他剩兩千度而已欸 我在想這個感覺大概是 你說 你不要走逆走就好了 一日 台九 台三不難 對啊 台九欸 對啊 一日台九 他不難啊 不難 真的不難 台三欸 一日台一我都騎完了 台車就到了 你看我身邊衝刺的什麼人啊 哈哈 我現在在 竹北岔 岔那邊是竹峰 岔那邊是北峰 我現在看到了 騎在北峰 1.5K 對 真的嗎 小大哥 很陡很陡很陡 好 在那邊啦 後面在玩這些 不然他會太無聊對不對小大哥 對啦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謝謝 無幾這回事啊 你不能 等你 感受到餓才吃 你要在餓之前就要吃 一定要算好自己 無幾的時間 這不只是登山 騎車 跑步都一樣 長時間的耐力就是這樣子 不然你自己又要燒掉了 乾掉了 我們要走這邊的嗎 對 就沿著這一條 然後就到了嗎 當然還要一小段就到了 不是這個 就過了那座山頂的轉角就到了 剛剛說的轉個彎就到了 結果我發現我只走300 是怎麼回事 我們意思是說 來這邊好好休息一下 請為了未來更多的彎 可是真的很美 所以黑色起來 就是因為它都會黑色 對 對 這就是黑色 無論任何時候 太陽幾乎都照不到 這兒 五嶺在對面是嗎? 是嗎? 在對面 好啦 開放啦 8點半 這麼晚喔 這麼晚啊 不會啦 走的也算蠻快的 然後等一下就往主峰去 北方的路會比較難走一點 然後主峰會輕鬆一些 爸 輕鬆一些嗎? 對 很多 輕鬆很多 你問錯了 周青說 輕鬆很多 周青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是嗎? 現在後面就是那個 黑色的騎來 就是騎來北風 可是那個最高的那也不是 因為它在翻過去 好 我們剛剛從那邊結束了 現在就是要進入比較輕鬆一點的行程 如果你完全零百月經驗 可以走哪裡? 荷環群峰 然後雪山可以走兩天的 那玉山的話 其實也可以走兩天的 因為玉山真的很漂亮 你只要算好自己的體能跟時間 我覺得都可以嘗試看看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騎來北 竹北呢 我建議只挑一顆剪 如果你沒有百月經驗 沒有單工經驗的話 因為你兩顆都要剪的話會蠻累的 最主要你要確保你自己能夠平安下山 不帶給人家困擾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還有還有還有 最推薦我最推薦的 還有一個就是騎來南華 騎來南華也是CP值相當高的 高的路線 那它走一日的話 你可以一直走騎來南風 對 因為它的路還算平緩一些 可是如果說你的體能有 基本的體能的話 騎來南華也是不錯的選擇 對 可是它的路程比較長喔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走 有面面 I have set my sails on fire And watch my vessel sink Cause I've seen the shores of every time But I still wish I was in your sea I have buried my wandering heart 看到這個牌子 就代表 剩下 0.3 然後那個是往南風 太難耶 你愛的 我不要 嘿嘿嘿嘿嘿嘿 我應該死掉了 好啦這個 這個0.3啦 就這樣子而已 加油 3300 想像 超長一圈 O 現在我們在騎來 對 騎來 騎來騎風 對 騎來騎風 你怎麼猶豫一下 欸 騎來騎風 表現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 滿順利的 我們推進的時間 也沒什麼延遲到 我可以嗎 我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我爬得死去我過來耶 可是我爬得死去我過來耶 這一次通過認證 欸那對啊就是 就是在單公的路線規劃上 有什麼你一定會注意的 然後就是 強烈建議大家也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水源 路線上它的季節的關係 所以它不一定會有水源 你想要急輕量的話 其實水它是佔很大的重量 第二個就是撤退路線 你在深山裡面 你訊號收不好 你也沒有帶微信電話的話 那就要等待 有人發現你還沒下來 然後上去救援 這就很危險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要帶地圖或者是手機 或是GPS 因為有些人 它體能很好 它水源它也可以很節水 飲食它也帶很多 但是它很容易迷路 對然後有些點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像我們這種大眾路線的話 它的路跡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會看到這種 被侵蝕出來的溝 很大條的那種是正常路線 它的路線是受盡走出來的 也會像這樣子 三槍啊之類的走出來的 所以走著走著 就越到三槍的家 對很有可能 可能是水路的家這樣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要 會判讀地圖 或是 你有載軌跡 或是手機 會有導航的 對那手機導航的話 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們有網路可以導航嗎 對啊可以嗎 可以還是可以的 就是你要載APP 它有離線地圖 它那個是接收你衛星的訊號 你在高山裡面 你萬一你迷失了 然後你要爆坐標 你一定要先開飛航 然後再打開你的那個 坐標地圖 你沒有開飛航的話 它有時候會有微弱的訊號 那會導致它會失真 你開飛航以後 它就直接接收衛星了 對會比較準 你要求救援的話 第一個是 你要往高走 因為往高的時候 直升機飛過去 它才會看得到你 第二個就是 往高處走 它訊號會比較好 第三個是 就是大部分的山呢 都是往溪谷走 那溪谷會有那個斷崖 大家會認為 哇水很重要 但是其實不是的 你往溪谷走 它的風險會更大 之前我們在拍的 也有一集 也有大概講到過 這個部分 下切到溪谷 其實對於救援的人來講 也會困難很多 然後對救援者 也是很危險這樣 好喔 那所以我們就要注意水源 踹踹路線 然後跟地圖 然後還有呢 還有結伴同行吧 結伴同行 就是盡量 避免獨攀啦 畢竟你一發生事情 至少你的夥伴能夠知道 你知道我們訂了一個遊戲規則嗎 什麼規則 就是比如說跟 像你們這種人走啊 就是實力差距很大啊 然後我就想說 以後上山要先壓壓金 你們要先壓一個不離不棄金 對 不離不棄金 沒有 應該要找偶數 成雙成對 快的走快的慢的走慢 但是你們一定要有一個規則 它很理性耶 好啦 確實有時候在 比如說單空的過程中 因為 其實每個人的步伐不一樣 你真的能夠走的人 在等慢的人 也會很辛苦 慢的人 也是很辛苦 想說 要趕快往前這樣 好 我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看 周星的裝備到底帶了什麼 好 好 真的 一點都不輸給北風 一點都不輸給北風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看嗎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在幫我做電動嗎 我剛剛是連滾帶爬的上來耶 真的 這真的是早於復休單步的感覺 這有讓我回到那個 圈裏很痛苦的 有 真的 圈裏超痛苦的 真的很痛苦 對啊 南谷跟決山都一樣 www 你要去那裡 這個加馬 多壓 好 好 那一天就去繞圈 對阿 我不照 如果真的沒有發現 就會一直龜大牆 瘋狂的龜大牆 繞圈圈嗎? 不會啦 會發現的 哈哈哈 瘋狂的龜大牆 瘋狂超抖的 所以從成功你今天上主峰 也很硬 因為它的抖度沒有在高級 這邊抖然後 上主峰前也很抖 我們從這裡 下來喔 大概只有200 距離 然後就下這麼多 這樣也超過200喔 超可怕 超刺激的 起來竹北 算是一個 我覺得有危險性 連我都覺得有危險性的 的路線 因為它主要是因為它的 滑動的石頭也很多 所以你的登山這樣 吐的點阿 踩的點阿 其實都很容易有滾動 然後它一抖就是非常的抖 沒錯 不客氣的 它雖然很短但是就是很抖 為什麼她把她的手放在誰人的手裡 在手裡 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裡 她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裡 她想要想要感覺 她的感覺 像個風 那個高速那個爬升 我覺得 我好像在做夢了 真的 好愛喔 睡一會兒這樣 啊 救命啊 她的手放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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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So long 喔喔喔 Snever going home Snever 現在我們回到了登山口 這代表我們今天行程者是我的項目 希望大家能夠把影片好好認真的看完好嗎 就是我們其實準備得滿久的 那我想問一下周青有沒有還想要補充對於單工 要注意的事項 台灣雖然開放山頂但是 它基本上還是要申請 就是要讓管理處的人知道 對但是很多人他還是會執意上山 我還是要說登山還是要自己負責 因為國家它雖然山頂政策開放了 但它有道義上的問題 它不能不救你 先做好申請 你才能有一個很開心的單工行程 真的這真的很重要 那我還想要問一下 如果我在那個單工的時間安排上 你有沒有建議說 大家應該要到什麼時間點要到山頂 其實時間點要推算說 你的最晚要幾點出來 那通常啦 我們單工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抓中午12點前 或中午12點左右一定要攻頂 因為下山的時候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呃 寧願摸早黑也不要摸晚黑的用意是 就是如果你摸早黑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精神是好的 如果你摸晚黑的時候 你已經經歷了一整天的疲勞 那你下山的時候 尤其是下山 它有時候下坡 它有很多不確定的風險 經過危險的地方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白天通過 如果你晚上通過的話 是更危險的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單工的話 建議就是天黑前一定要下來 對而且氣溫其實會越來越低 因為摸早黑的話 其實太陽是會慢慢出來的 那所以是越來越舒適 好 所以還有嗎 呃 差不多了我們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單工裝備 好 對對對看裝備 來 你的包包也裝太多東西了吧 是 你的包不是很小嗎 你的包是幾森的 我包12森的 12森可以裝下這麼多 哇 好 我們來看看到底單工必要的 用品是有哪些 好 單工用品我們分三類 第一個是飲食類 然後第二個是裝備你的保暖系統 那第三個就是飲水系統 所以我們今天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帶的裝備 好 食物部分我們以乾燥食物為主 因為乾燥它脫水 所以它的重量非常輕 那乾燥飯泡麵都非常適合 那我還有帶一些 果乾 果乾的話它熱量很高也不錯 那接下來我介紹到一些GEL 我自己個人會自己攜帶的 因為我有時候以單工當作訓練 所以我會準備一些我自己 像賽斯補給的那種快速吸收的GEL 高山的時候我覺得喝湯湯水水 有時候是蠻舒服的 那那些 像咖啡啊 那些都是非常重量非常輕 但是你會 會有一些享受到你爬山的樂趣 好喔 那你們走得快才有啊 好 那我剛剛還看了一下就是 你們也有準備什麼雨衣啊 然後行動電源 電池 備用電池 頭燈 就是一些用品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醫藥包 對 非常的完善 我其實我也準備兩件雨衣 因為大部分的 你穿的雨衣 你長時間的淋雨時候 它還是會滲透進去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穿的雨衣以後 再套一件那個輕便雨衣 有效隔絕那個濕氣進去 這樣的好處是 因為下雨的時候 你的衣服黏在你皮膚的話 雨水或是建築林 它帶過去的時候 會把你的體溫會帶走 所以最好就是 要有點隔絕 你可以穿厚一點的雨衣 所以挑雨衣也要買好一點的 好一點就貴了 保命比較重要啊 因為那個衣服濕掉 是很容易濕溫的 好所以如果說 準備好裝備的話 其實安全的下山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就是謝謝周青今天 來幫我們跟大家分享這麼多的觀念 而且你很多東西都是親身經歷 謝謝 慘痛過的 對 好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或分享 兼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五嶺的天堂路 昆陽那一段 你們改天要不要來騎車 對啊歡迎陸坑 這個不能 走往鏡頭 走往鏡頭啊 沒關係 我還可以這樣 跟高手出門 對他們來說輕鬆 你有走過這邊嗎 有 走過了 走過了 但沒有接起來過 沒有接起來過 只有走其他路線就走 對 要不然就直接去北風 要不然就直接去土風 哦 所以大家今天也出體驗耶 對啊 那你累嗎 累 我剛剛最後 那個300我要崩潰 哈哈哈哈 那假如我跟你講說 回去可能會更崩潰 你會崩潰嗎 嗨 今天 有流到汗嗎 當然有啊 打馬賽克需要這個 客人要打馬賽克 我們今天的美女 其實在很搞笑 哈哈 還有多久啊 一點多K啊 一點五啊 這個坡翻過去就四耳 對啊 啊 哈哈哈